TM-2-Squatch 在我们的扩充模组里面 应该讲比较完整的应该是这一个TM-2-Squatch 我们讲AI是经由学习 然后 资料分析分类分析 最后达到测试辨识的 一个状况 那 前面的两个 我们有位资料给 我们的系统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学到什么程度 辨识率到什么地方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学到的 状况是 在哪里 我们的电脑他学到多少东西 那 那 这一个扩充模组很多人也不会使用的理由在 因为你不了解他 为什么这个 这一串网址是哪里来的 然后这些东西为什么他的 辨识是很奇怪的 没有东西呀 好 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一串网址你看他的 主要的 英文字 他就是到这一个官方网站 我们是在这一个网站上建立学习的模型 然后他会最后会变成一串网址 让你 利用网址的方式把模型学进来 学习进来 然后进行各种的分析 他可以做 影像 可以做声音 可以做知识的分析 做法是这样 所以 你怎么去做 产生这一串网址 这变成很重要 这个是 影像分类的 下面有声音 对不对 这边有声音 这边有声音分类 这一串网址基本上不建议你使用 预设的 因为预设的是 个人简单建立出来的一个模型 应该不会是你想要的 应该也是不会是你想要的 这声音的部分 更可能是 日文的 所以 建议你自己去产生模型 那我们就 先 不要这个 那我们到他的官网在那边来 一进他的官网 你会傻眼 因为是英文的 那很麻烦 如果尤其是小学生 全部英文对他来讲 蛮吃力的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是 调整 语系 调整我们习惯的语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就是 这个网站也是建议你可以 注册 注册之后 注册之后 登录之后 你就可以 从云端硬碟上开启你的档案 你要给他 有资格去读你的云端硬碟资料 那 产生的模型也可以存到云端硬碟上面去 这样子 好那我们要新增一个专案来看 好这一个专案 他可以是声音 图片 也可以声音 也可以是知识 好我们做一个 图片专案来试一下 标准图片好 220好了 这样 那我们开启 网路摄影机 好现在我让他辨识钱币好了 我们让他辨识钱币 好现在这一个是10块钱的钱币 那你可以 开始录制 好你看1234 这个 那我们可不可以 背面 那也让他学一下 按一下 录制四个 然后 可不可以立起来 可不可以斜的 有正面有背面吗 我们让他 斜的好了 斜的是不是也可以 各种不同的姿势来 让他去做 做展示 学习 不一定要 非常的 正式或者是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有学习多少 假设我们有 拍不好的好 那我假设把这个 放好 按住录制 是不是有这 这几张感确张是空白的 好这是不是我们希望让机器学习的 那你可以把它删掉 好把它删掉 然后你这边可以定标签 这个是什么 10元的 我们再让他辨识一些 按住 不同位置 不同地方 我们希望他 也都能 够 辨识到 那像这样黑黑的不知道会不会 让他辨识产生 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我不清楚 这个等一下可以 测试出来说 他的 影像辨识度有多少 建议你越多张 他辨识到的效果会越好 这样子 假设我们有25个 25、30个 那我们可以建立 第2个样本 我们假设建立 1元 1块钱 我们找个1块钱的来 给他辨识 我们一样是启用网络摄影机 按住 辨识 这样开始 等一下再训练模型 我们先把影像都 设好 放不一样的位置 入制 翻面 再来 换位置 再换位置 再换位置 换位置 大概入制 将近30个 泛本 再来 反面 正面反面多 这一点 好差不多了 有第2个 然后我们最后再录制一个 50块的好了 50块的 大个一点 我们一样 新增类别 这个 这个是50元 一样开 摄影机 录制 翻页 录制 再翻面 不同位置 翻面 破损的部分 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 缺角 要不要是他学习的目标 25 再来一下 我们到大概到这里 我们设立了 三个 类别 然后训练 训练这时候就花一点时间 还有你的电脑的速度 可以训练 他说 汇数模型 可以汇数模型 训练 如果你电脑够快 训练一下子 或者你的类别不多 那这个可以训练完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汇数模型 汇数模型 你可以选择什么 上传 这个连结 连结我们要选的是 共用连接 下载 这边是他的程式 这边 点选第1个 然后点选上传 共用连结这边 他就会给你 一串 网址 选择复制 这一串网址就是我们要的 假设我们这边做好了 我们回来这里 把这一串网址贴进来 那我们再来让他辨识说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积木 这边 这边就有10元、1元、5元 他有没有辨识出来呢 那我们现在把 放一个50元的在这里 然后我们把 信度这里有一个 我们要看一下他辨识出 假设我们辨识出50元的信度有多少 我们看一下 0.5几 然后辨识出10元的呢 0.2 然后辨识出1元的呢 0.3 所以这个最有可能的是多少 50元 那我们换个 1块钱的 1块钱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辨识1元的 信度 0.8、0.9 所以他判断还蛮准 那如果是50元的呢 0.09很少 所以 经由我们自己 经由这个网站 训练出来的 模型 应用到我们的 去分辨各种 资料 那我们也可以设定 信度多少 目前预设是0.5 0.5以上他才会判断出这个类别 低于0.5 他大概就不算 不能属于这个类别 你可以把信度调高 把他信度调高 就是 在这一个扩充模组里面 你可以看到 信度这件事情 你也可以体会到说 原来我位资料是这样位 为了什么图片给他 我可以选择我要的图片 当然声音或者知识也都可以 然后这边输出这边你会看到 有没有 当我们东西放进来 他会告诉你 你的类别 然后信度多少 你看这1元的信度最高 那我假设我换个10块钱 10元的信度就会最高 可以经由这样子的 过程 你了解到说我们 AI在他在辨识 学习 然后产生模型 最后 到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个情形 这样子还算不错的一个模组 大家在教学上或者是你在指导学生 要做AI的专题的时候 一想 运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主题 好 好